打開一本書 就是打開一個豐富的世界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 藝術家的一日廚房 所以我們來到了 台南美術館的二館 二館的樓上五樓 有一個很高興 很美的餐廳 來到這裡光影照人 來到這裡你可以淺堂一杯咖啡 或者喝下午茶 那麼下午茶 絕對是一個集品 我們今天就邀請了我們的好朋友 一起來享用這個下午茶囉 我們今天邀請的第一位的貴賓是 我們領本貨高清企業的董事長 陳慧書 陳董事長 老師好 那第二位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作家 也是潘嘉欣 潘老師 老師好 你想想看 這麼好的下午 這麼好的光影 享受這麼好的下午茶 各位看到了嗎 Surprise 真的 這種甜點只有此處可尋 別處可沒有唷 所以我們要請我們今天的 Vivian經理來跟我們介紹 這樣的甜點 是哪一位專家製造出來的呀 那老師你這麼說 真的讓我們非常的感謝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四款甜點 其實都是由我們奇美食品所代表呈現的 那大家知道說奇美食品可能都是以做冷凍相關產品為主 但是我們用做這樣子的一個心跟標準來做甜點其實也是很適合 那我就一道一道的幫大家做一點粗簡的介紹 首先呢 先從潘老師這一道呢 是我們的法式 Baba Lucia 那 Baba Lucia這一道菜呢 其實甜點的呈現其實是來自於法國的 那它外面呢 coding的一層其實是覆盆煤的一個果凍 那在內存呢 又用覆盆煤的一個慕斯來做基底 所以等一下吃起來你有那種初戀少女般 再搭配書籍閱讀的一個愉悅感 所以這個甜點是我們在下午茶最熱賣的一道 各位你看喔 這個顏色配得超級好 真的有美術眼光 人家說紅水黑鍋盆 那青那其實也很硬 所以可見這個是非常好的一道的甜點 那你看看我們今天這個董事長呢 我們送他一朵玫瑰耶 這個呢也是很美的一個甜點 這個甜點是 這一道甜點呢也是一樣是來自於法國的概念呈現喔 就是法國的法弗娜巧克力去搭配巴沙蛋糕的做法 它一層巧克力一層慕斯一層蛋糕體的這樣的一個呈現 所以你在入口的時候你會感覺到說 巧克力不同種類的衝擊感 就是那個cocoa它會能夠呈現出的那一種富饒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陳董試試看呢 應該感覺得到就是那種微苦微甜的一個豐富 你看幸運的陳董得到一個化國浪漫美歸啦 那我的呢其實也非常的精巧喔 對啊這是最能代表奇美食品的小巧可愛款的 我們看看老師你猜猜看你覺得它像什麼 我覺得黃黃的呢有一種檸檬的香味的感覺 沒錯其實它就是台南人票選最喜歡的檸檬塔蛋糕 沒錯 因為檸檬塔大部分在製造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一般的檸檬汁 那我們用的其實是線膜的檸檬皮 下去去做它的呈現 那當然老師也可以看到說它上面的一個小小點點 看起來很像是白色貝類的呈現喔 對 這個也是主廚特別的巧思 它希望讓每一個人在吃蛋糕的時候 又坐在我們這個環境 又可以望向我們台南安平的海邊 遠遠的海的感覺就帶到你的甜點裡頭來了 對 沒錯 那您這一道呢 哇 很漂亮的一個連輪的感覺 這個是 對 這個其實呢 不說你不知道 看起來超普通的一個生乳捲 但是呢其實它是用台東紅烏龍的茶葉 下去做的蛋糕體 裡面在用北海道的鮮奶下去打發的生乳 所以其實它的味道吃起來 跟別人家的生乳捲都不一樣 所以它有北海道非常好的牛奶香 當然有我們在地的茶香 這個組合真的很國際化 欸 最國際的應該是這一道吧 沒錯 這一道呢就是我們知道的 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 海妮威 他說最喜歡的咖啡 Mojito這一道飲料 那可以看到說它從上面呢 漸層不同代表的是美式咖啡的苦 然後中間搭配的是檸檬的酸 尾層呢還有我們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薄荷葉 那再來一點呢福特加的味道 所以這個咖啡喝起來會讓人家自身國外 但是又帶有台南的海派海味感 沒有 其實我每次到國外一點點這一道 假裝自己是那種非常好的一個文筆的文人 海妮威講過說巴黎是一道很美的盛宴 其實我們今天看這樣的一個盛宴 奇美食品為我們準備的美食光的下午茶 你有沒有覺得很羨慕呢 謝謝我們今天的Vivian那個精靈來為我們做的介紹 當然啦 那時間就不要再等下去了 大家就開動囉 Let's go 謝謝 趕快我們來吃甜甜吧 大家好 台南愛託菜 打開一本書 就是打開一個豐富的世界 各位親愛的台南愛託菜的朋友您好 今天我們在一個充滿光影人文的藝術空間 錄製的主題是藝術家的一日廚房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這一本書的作者 潘嘉欣 潘老師 潘老師您好 老師好 他寫的這一本非常另類的藝術史 因為他多元跨界 他把藝術跟料理放在一起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的藝術史 但是大部分能讀的是西洋美術史 潘老師覺得我們今天 更應該要理解的是 我們自己的本土的藝術史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潘老師 您這本藝術史主要所界定的年代 是在哪一個範圍裡頭 這一本藝術家的一日廚房 它其實是界定在台灣的繪畫藝術 跨境現代化的一個過程 關鍵時刻 也就是日治時期1895到1945年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時代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代裡頭 台灣好像因緣際會的關係 從藝術、美學、哲學 提早現代化了 跨境的接軌國際的潮流 所以因此我們有很多精彩的前輩 藝術家、政治家、哲學家 通通都在場了對不對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 我們其實看到台灣的人才精英被出 像這一本書其實非常的大鋪頭 已經很厚 可是我們實在是當時在篩選藝術家的過程中 非常的困難 就是有太多精彩的藝術家了 對 那我們後來篩選出的藝術家 其實他多半是在這一段時期 或許是台灣的藝術家 或者他是中國的藝術家 或者他是日本的藝術家 但是他都在這段時期 與台灣有所淵源 所以是你一個史的觀念 在段代的這一代裡頭 其實來自於中國的、日本的或台灣本土的 讓他們能夠在這樣的藝術共同解經的成果 介紹給我們大家對不對 是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特別一點 大家都覺得好像台灣沒有史啊 台灣怎麼會有美術史呢 潘老師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觀念 其實台灣那個時代的藝術家 真的多如過江之際 那這麼多的藝術家裡頭 您能不能跟我們簡單的介紹幾位 您覺得印象最深的藝術家呢 好 其實講到日治時期 我們大概會第一個聯想到的 也就是西化家晨晨波 那晨晨波其實他整個生命經驗 非常非常的巧合 也剛好跟台灣這一段時期 就是他是1895年出生 也就是台灣被日本殖民的那一年出生 那他在1947年在228事件中 他是第一批直接因此而受難的精英 那晨晨波其實他作為重要的畫家 並不是因為他的出生或死亡 而是因為他在他的畫作中 其實體現了當時台灣藝術家 非常宏觀的一個概念 因為第一個 晨晨波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他的父親是斯蘇德老師 所以是出向釋交了 真的 他其實在早期他是先接受 所謂的漢學的訓練 對 那後來他也進入了日本建設的工學校 他也接受了所謂現代國民教育 那在他就是念完就是台北國語學校 師範的訓練之後 他已經服完他的教育役 去教了幾年的書之後 他也去到了日本的東京去留學 對 所以在他的生命經驗裡頭 他有中國的傳統的一些的營養 但是他也有日本 在留學日本的過程中 他也有接收到西方跟日本的元素 那最重要的是當他回到台灣 以一個專業畫家的身份 在繪畫的過程中 他也去談什麼是台灣的風土特色 什麼是他作為一個台灣畫家 他在歷史上 他應該要有的態度 我覺得晨晨波一直給我感覺很感動一點 是他在繪畫裡面一直強調一種本土性 發自於他內心中對土地的熱愛 比如說像嘉義公園 這麼樣的一幅畫裡面 南洋的熱情的生命力 真的完全在他那個繪畫所呈現的畫面裡面 對不對 對 而且第一個他的筆觸 晨晨波的筆觸其實是有點跳脫 我們到現在還覺得繪畫是所謂的具象表現 可是晨晨波他的畫作裡頭 其實他有刻意使用非常自著的 甚至非常狂野的扭轉的筆觸 我常會在他的筆觸中看到一種扭力 對 還是那個扭力中是把生命放下去 畫出了一筆一畫 屬於對土地的熱愛的感覺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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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時其實像在嘉義公園裡頭 我們看到他點井的鳥類 對 它其實納入了就是比方說 像小白鵝 小鴨子 以及丹鼎鶴 對 就是我們知道在台灣 我們是不可能養丹鼎的 可是他卻把這個充滿就是 同時他是中國也是日本東北象徵的一個鳥類 放進他的畫作之中 那我們就會理解成 這是一個畫家的象徵語言 也就是說他在談的是 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有過不同的文化移入的痕跡 有中國的影響 有日本的影響 有台灣本土的力量 所以其實每次在看這樣的一幅畫 我最深的感動是我覺得 一個畫家的巴等 那種寬闊的 然後亞那所有 我覺得在這個土地上 所發生的一切的物像 人文 甚至於種族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前輩畫家 其實很值得讓我們學習一種寬闊的 與天地同高萬物皆備於我的一種胸襟 對不對 那是陳陳波其實很令人感動 所以我們在台南美術館 一館開館的時候 我就記得陳陳波是我們第一展 對不對 變成鎮館之寶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畫家 那這個畫家呢 其實在二二八裡面他遭難 但是我有一次看到那個現場展示的 陳陳波當時的一個襯衫 就是他受難的時候一槍斃命的 胸膛的那一個破洞 我覺得也許潘老師也在寫陳陳波 這種很深的感受 他好像這個洞裡面流出來澎湃的血流 就是他對於土地很深的熱愛 事實上陳陳波他這個畫家 第二個重要的點在於他其實是非常普羅的藝術家 對 也就是說他不認為藝術是為了精英階級存在的 對 當他在日本留學的過程中 他每次假日都很認真的去公園寫生 是 那寫生完以後 他會請路邊的路人 不管他是老太太啦 老先生小朋友 他會請他們評評這個畫作 人家都說不好意思我不是專業 他說沒有關係你就講你的態度 對 所以他其實他就會覺得說 繪畫它是一個世界共同的語言 對 而且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可以親近美術 那陳陳波在遇難前其實他是一個 就是人家說很假白的 對 所以他甚至其實他有寫過 他有上書過當時就是接收台灣的政府 是 他是建議說我們台灣應該要建立所謂的美術專業學校 對 這個資料其實現在在陳陳波基金會 他們那邊都有就是根據他過去留下來的手稿 都有整理出來 對 那他看了就很感動 想說你這人真的很假白 台灣的政局才剛轉換 都還沒有很穩定 你就趕快 對 他就那種不容置疑的想替所有人的走向 所以陳陳波呢 我們台南市也是非常非常幸運的 我們有接收了陳陳波 當時他們家族所捐獻的 他的許多的原作以及原稿 我記得當時捐獻的那個典禮的時候 我是在唱 然後陳陳波的家族就講說 台南市 值得托付 因為把它變成我們所有台灣美術史的共同語言 放在台南 那是他們覺得是可以放心的 所以我想其實在台南 也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畫家 比如說郭博川老師 那您在寫這一本中 你怎麼去看郭博川老師他的繪畫以及他的作品 郭博川老師其實第一個我們現在在台南嘛 那郭博川老師他的老家 他是在今天的就是歷人國小海岸路那一代 那以前叫打宗街 那一代其實是台灣 我們知道台南是一個靠海的 對 對一個港 算是一個城市 那他們家族就是那邊就是有很多 就是關於港務 他們打宗就是早期那個船的宗所 那那一代就是民風票漢 對 那郭博川老師他的家族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他們的屬祖那一輩 其實是以習武為他們家族的一個陰生 武術出生的 對是武術世家 那所以在這個藝術家的生命中 第一個我們就會看到 他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人 那後來因為他的婚姻 然後一些家族的關係 所以他後來去到日本去留學 對 那我們一般在日本的留學畫家 就是可能去洗洗盤子啦 送牛奶啊 對 這樣打工 可是郭博川老師他的打工是去當保鏢 去開麻將館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今天的斜槓人生 那這個藝術家的斜槓人生就會是畫家斜槓 然後保鏢斜槓 麻將館的老闆 所以是從武俠小說出生的就對了 對完全 我們就會覺得哇這個藝術家的整個 Range是很大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的 後來他畢業以後 他並沒有回到台灣 他是轉往中國 對那在中國其實滯留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在他的中國經驗中 我們會看到的是郭博川把他的就是所有的元素 包含他在台灣的成長經驗 他在日本學習到的 他在西洋的繪畫語言 然後以及他在北平看到的建築器物之美 他的用色融合而成他個人獨到的風格 可以是說整個東亞文化裡頭 他非常非常就是精彩豐富的意義 所以中國經驗以及日本經驗 還有台灣經驗賽的加起來 變成他繪畫中其實很重要的一個熔爐的元素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其實郭老師呢 他們的家族也有一位郭文梅老師 他其實也是很讓人尊敬的一個前輩 有一次我們在台南的美人茶會裡面 那郭文梅老師呢他也展示了一張 那個他所做的一個繪畫 畫裡面畫的是一個台南在那個年代裡頭 很優雅的女士 我都感覺那個光影那個柔和的樣子 真的比尼洛瓦更尼洛瓦 可是看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這個就是在那一代的世家裡面 他們所產生出來屬於台南一種人文的優雅 所以呢這個國家在我們台南美術史上 也是貢獻很大的 其實還有一位我很想談的是郭雪狐 哇這聽起來很像是在天山上 練武俠小說的名字耶 你怎麼看郭雪狐這個 相當充滿文創感的這一位畫家呢 好郭雪狐老師 我們現在會認知他有文創感 是因為他其實他的作品就是非常受到就是大家的喜愛 對那包含就是像我們在就是出國的時候可能在飛機上 對對華航上就有 對華航上就有郭雪狐老師的作品 有很多台灣藝術家的作品 對 但是其實我們在看郭雪狐這個畫家的時候 第一個他是所謂當時台展三少年中的一位 對 台灣的美術展覽會也是從日本時代開始有所謂的全島的公辦美展 是是是 那我們剛介紹的晨晨波跟郭柏川他們都是西洋畫家 是 可是郭雪狐老師他是所謂的東洋畫 是 東洋畫布其實他是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膠材畫 對 他有一點點像水墨畫 但是他加入了更多的以膠合彩就是彩繪的部分 對 那郭雪狐老師很特別的是他的學歷 聽說他都是自學的是嗎 對 好強大呀 他不是去日本留學的留學生 他是完全靠自學 那靠自學的過程中 因為郭雪狐非常的認真 事實上我們今天聽到的就是這個郭雪狐的名字 這個雪狐是由他的老師 對 就是老師給的名號 因為雪自卑 他老師蔡雪希 然後學生就是雪自卑什麼什麼這樣 但是他真正的養分來自於圖書館 哇所以可見圖書館很重要喔 對 所以他常常就是去圖書館研究包含就是古今的畫譜 還有就是美術史的資料 那甚至認真到到後來圖書館還特別頒了獎狀給他 使用圖書館學而有成 哇這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他那個大稻城那一幅畫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連上面那個每個招牌都在圖書館裡面找資料畫的對不對 對 那一幅畫其實是台灣日治時期都市形象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側 對 那一件作品裡頭郭雪狐老師他就是第一個 他自己用星象的語言去表現 把大稻城的兩層樓的經典競竹把它變成三層樓 加高了 加高 更現代 對 然後第二個他一頭的招牌一頭 他其實融入了不只是當時的商業年間裡頭的廣告 對 他還甚至就把原住民的元素 因為日本其實在當時做了很多就是人類學的研究 對 所以他把這些元素也融入了他的招牌繪畫之中 就是郭雪狐老師其實他自己非常就是很高興很得意的一塊 對 所以在那個畫作裡頭我們看到了非常多精彩的台灣當時的文化痕跡 包含那時候流行的物產 對 然後包含台灣就是特產的木瓜糖 是 木瓜做成的蜜餞 對 其實那時候是很多人喜歡吃的 然後很多人會在那個圖畫裡面找到說 就是這個啦 譬如說我們常在吃的 古早的時候那種感覺 是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郭雪狐老師的生命經驗裡頭 我們必須知道的是郭雪狐的家族裡頭 還隱藏了一位非常重要的畫家 也就是他的妻子林阿琴女士 對林阿琴 對 那其實林阿琴她是台北第三高女畢業的 她的老師是當時的東洋畫家香園古統 是 那香園古統在第三高女教育出很多出色的女性的繪畫家 是 包含就是陳靜 台展三少年的陳靜 是 對那林阿琴呢 她其實也是一個出色的畫家 對 她的作品也在台展中展露頭角 是 但是因為與郭雪狐的結婚 對 香園古統把自己的愛徒介紹給這個才華洋溢的郭雪狐 對 對 然後兩個人就是結婚了 在當時還被譽為藝術結婚 因為兩個都是畫家 是 對 可是在結婚了以後 第一個 二戰 台灣捲入二戰 對 那郭雪狐為了家庭生計 她其實就是必須往來 只是中國的南方去賣畫 那林阿琴在家裡頭 她等於是一肩扛起了所有的家庭責任 這是很偉大的 偉大的藝術家背後的偉大女性 對 那當然當時的整個社會背景 其實女性其實真的是比較不容易 在婚後繼續她的創作 對 那林阿琴女士其實在婚後 她就變成她必須要就是為家庭付出 這其實非常的可惜 對 因為我們看到她早期的像黃甲花那樣子 大型的作品在書中有列出 是 你會看到這個女性的爆發力是很強勁的 對 那後來在她就是婚後 然後小孩子慢慢見長 家庭經濟穩定以後 她又重拾創作 她也去跟陳靜學習人物化 是 對 那我們就會覺得很感動的第一個點 就是說 應該是很感慨 就是說 今天林阿琴女士 她如果不是因為走入了婚姻 她也許就是我們台灣這一段美術史上 另外一顆就是閃閃發亮的明星 對 我想其實潘老師特別講到林阿琴 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常講說 女衰弱者為母則強 那作為一個母親的角色跟妻子的角色 她有許多的犧牲 當然也有許多的付出 那我也覺得從這個角度拉回來 特別看今天潘老師在講 藝術家的一日廚房的時候 我就很想請問一下潘老師 我們今天一直很希望藉著這樣的一個更另類的介紹藝術史 讓許多人學會美 那你覺得如果假設我們以閱讀角度來這樣談的話 你對於美學素養的閱讀 您會怎麼推薦我們的媽媽們我們的老師們 然後去帶領我們的孩子們來做閱讀呢 其實這個閱讀的過程中第一個 如果你想要就是貼身的去感受 或是去理解我們前輩的藝術家 那其實台灣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史研究學者 其中我蠻推薦的是蕭琼瑞老師 很本土的老師 本土美術史的研究是一把照的 對 而且它的書寫語言是屬於很親近的 一般的閱讀者都可以輕鬆閱讀的作品 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也可以多走美術館 圖書館 其實你隨手拿起的書 或是你看到的畫作 都會讓你啟動那一顆 對於美或是對於台灣好奇的心靈 那其實我在讀您這本書裡面的序 不管是我們美術館潘館長的序 還有蕭琼瑞老師講說 嗯 老闆我要點菜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一本書能夠成就 讓我們看到它的精彩 前輩本身的支持與鼓勵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潘老師在裡面感謝許多人 其實我們讀完這個序之後 我們也覺得我們要感謝這些人 他們一起加在潘老師的肩膀 以及他的比例上 讓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這麼好的一個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孩子 我們普羅大眾的美術史 藝術家的一日廚房 我們謝謝潘老師 謝謝老師 潘老師曾經講過 故事沒有經過一而再再而三 不厭其煩的傳送 就不會成為經典 我們這一輩人應該要 如地毯式轟炸那樣的去推廣台灣美術史 應該有一千個作家去寫成城坡 應該有兩千個老師在學校裡頭 攤岩水龍 更多千人去分享這些前輩畫家 他們的作品 更多人走入三峽祖師廟 波普川故居或禮美術的紀念館 讓台灣的近代最重要的藝術影像 一如世界繪畫蒙納里莎一樣的普及深入視覺記憶的地圖 讓美與故事一代一代的鮮豔的傳下去 今天我們介紹藝術家的影物圖畫 也希望您真的拿起我們本土自己的美術史 一起共同來閱讀吧 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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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